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小熊精亮叶黄素的Amy以及凯哥来到我们的人物转访 欢迎他们 你好 好的 那我想先请凯哥跟我们分享当初是什么样的经历 然后让你们决定说要自己开发像叶黄素这样的产品 就我可能刚刚说的除了帮助我们自己以外 其实我们更想帮助更多人 因为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 不管是我们自己或其他小朋友 他们都会有遇到就是刚刚有讲所谓的戴眼镜问题 那我们在追求的是其实不管我们在贩卖商品 它所谓的利润空间也好 其实我们不会去在意这个 我们真的很想说大家都顾好自己眼睛 然后眼睛都不要有问题 眼睛可以用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都没问题 是 其实当初Amy跟凯哥其实是为了小孩 然后决定说 就是会希望说可以让他们的眼睛可以保养得更好 所以到后来Amy甚至有自己去读营养系 然后来去做这个开发 可以大概跟我们分享那个过程吗 可以 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在跟营养师团队沟通的时候 其实会有很多专业的东西 我其实听不太明白 那这样子的话会造成沟通上 其实在研发开发的过程里面蛮大的一个障碍 所以呢我后来就决定说 我就跟我先生说老公我想去读营养系 但是他当然就是小孩他要先帮我顾着啦 因为我们没有人帮我们顾小朋友 然后他也毅然决然说好没问题 他就每天载我去上下课 那中间的话他也会把小朋友给照顾好 然后我就去读这个营养系的部分 那在营养系的时候我很幸运 我觉得我都遇到了很棒的教授 所以他们其实 除了给我很多很多专业的知识的教导之外 我从中学习到 很多专业的术语 还有这些过程到底是如何 营养术如何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被分解跟吸收 然后怎么样可以达到他最好的效用 所以其实读书对我来讲 当然除了很开心可以就重新回到学生的这个身份之外 最多最多的帮助是我在开发产品的时候 我现在跟营养师团队我们在开发在沟通上 就是非常的畅通无阻 对 是喔其实一路走来本身就还蛮不容易的 对那因为其实当初是因为为了小孩 因为那时候小孩他有去就是给医生检测眼睛视力的部分 对 然后可能那时候就发现 诶可能就是有假性 就一眼是假性近视 另一眼是真性近视 所以到后来发现就是在给他吃叶黄树 那市面上都是那种胶囊状的 居多 居多 所以小孩就比较不容易吞噬 所以到后来你们研发的这个部分 是大概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呈现呢 呃我们研发的方式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设定 我们想要设定小朋友最能够接受的 剂型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希望把足量的叶黄素可以把它加到软糖剂型里面去 然后要在他完全加热成型之后 还是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足量的效果 所以那时候 应该说我们在开发上 我们也其实也有试过很多市面上 不同品项的产品 不管是 干胶囊或者是软胶囊 还是说喝的 或者是股动型的产品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最终我们选定的这个剂型是 第1个小朋友的接受度最高 再来就是 他其实也可以当做一种奖励的方式 因为其实妈妈还是会限制小朋友他们摄取就是其他糖类的 比如说巧克力啊糖果啊可乐啊 妈妈还是会比较限制这些东西嘛 可是呢小朋友他们每天都会很主动的想要吃小熊尽量叶黄素 那妈妈还可以当做这个当奖励 第1个他一定要愿意天天吃 而且能够 其实叶黄素最好能够不间断的补充6个月 效果当然是会比较好 那这个6个月当中你要每天吃 同一样的东西他一定要有这个支持度让小朋友愿意去吃他 才不用说妈妈追在后面说 赶快 赶快吞下去 这样的话就是 亲子关系其实 多少也是会受影响 对 应该说你们就原本可能在追小孩 应该说在吃的过程啦 可能是原本小孩就不喜欢吃嘛 因为也不好吃 然后原本是让小孩原本是被动在饮食 然后到后来就觉得他很喜欢 可是以现在目前来说市面上这个叶黄素的 应该说很多的品牌 也非常多的种类 那在过程当中你觉得你们最大的差异 优势在哪边 最大差异 第一个他好攜带 然后再来他常温就可以保存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我们这支产品呢 也有送 就是我们有送中国教 就是中国教授协会 然后我们也有得到 他们的认可跟奖项的部分 除了说他第一个要有效安全之外 我希望他每一个家庭他在 使用的过程当中 他是没有疑虑的 因为我希望台湾也可以做出 很棒的叶黄素的品牌 对这是我们不变的初衷 是 因为其实最主要他们做的很可爱 就是变成一个小熊的形状 对 然后甚至吃起来还是 甜甜的很好吃 是 比较好奇说 以现在目前来说 会比较好奇说 你们当初在开发过程 因为其实刚才Amy有提到 之前其实是为了小孩 而去读这个营养系 但是在开发过程 一定就更不容易嘛 那当初是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 跟一些关卡 其实这个中间我们 除了说 但两夫妻也要进行磨合 因为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不仅仅是我们整个团队 要面对一起面对的问题 然后一开始 我们 毕竟我们是主要的 决策者 所以其实不管是从他 一开始我们讨论说 里面要加的 足量成分 然后不断的打烊失败 这中间那也是蛮挫折的 因为在不同的加工体上面就是他要能够 达到我们不要添加的东西 跟我要 足够添加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断的反复测试里面 一开始其实没有那么的顺利 就是他的成型的部分又或者是说可能 他能够做得出来 可是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足量的效果 大多数市面上的可能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做呈现 可是 那样子就没办法 真的说有办法去 实际的呵护到他的眼睛的部分 就变成说真的是慈开心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两个那时候一起面对的时候其实 中间其实也会有一点点小挫折甚至 会有一点觉得说 干脆不要做了因为 我们就去 买 其他的产品就是想办法找到一个小朋友愿意吃的好了 因为 中间其实中间有发生过但是其实 要有一个人他很坚持他会觉得说我觉得 还是我们再试试看 就是睡了 我们两个没有隔夜愁 睡了一觉起来基本上就是 会恢复正常状态 然后他可能就跟我讲说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怎样的方式再试试 然后所以我们两个就又再去试看看这样 就不断的反复然后最后才成功 其实两个人都非常的幸运 因为彼此就是彼此的好战友 其实包含像你们在开发过程一定会遇到一些瓶颈 然后还有说但当然你们一定是希望 因为你们受众主要是小孩 但希望说父母买了这个东西给小孩他是可以吃的安心 吃的健康 那其实会 刚刚其实都有提到 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你们除了说对了 其他消费者有很棒的一个交代以外 你们最主要是对 里面的员工伙伴 也是非常的真诚跟 非常的像 朋友的方式对待 会比较好奇说 你们大概是怎么样 经营这样的一个伙伴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其实这个不只是小朋友吃 其实我们整个团队 都在吃这个 因为 吞胶囊总是感觉有一种好像在吞药丸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团队 如果我们大人自己是吃到两包 小朋友的话是一天一包就已经足够了 那大人的话 因为我们的3C用量其实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一个黄素 体量会需要多一点 所以我们自己都是吃两包 那我们所有团队里面就是 大家都 大家都因为我们是做电商 所以大家都很商业 那 所以凯哥这边也说了 就是说 就是 不管是我们团队的成员也好 还有我们自己都是 就是我们就 都是吃这款产品 就是我们的团队就是大家 一起呵护眼睛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因为工作 然后造成工作伤害这样子 是 那一路走来风风雨雨 在过程有没有遇到是比较 让你觉得说是有回馈 然后也是支持你们继续做下去的一个动力 应该是有的 其实一定是小孩 然后还有说 其实社会大众也给你们有一些很棒的feedback 就是说 他们吃了之后会觉得说 甚至也是愿意给分享身边的人 但是 那比较好奇说你们对于公司整个包含像未来的发展 有没有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发展 对 应该说很多企业一定有他的未来的期许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有 就是其实我们 就是希望说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们的小熊的 销售量 目前大概是1万多包了 对然后除了在台湾进行推广之外 我们就是 收到很多客户的反馈 他可能会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们家里吃素的关系 所以无法使用我们的 小熊精量叶黄素 所以我们其实在中期的规划上 我跟凯克的共同目标就是说 我们要把它 改成素食的产品 那当然这一个阶段都还在研发跟开发当中 目前还没有做出 成功的样品 对 那长期的部分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品牌是很着重在 就是我们很希望专精的做好一件事情 也许做很多事情 感觉好像 可以扩大你的获利端 但是对我们来讲 就是这一支品牌我们就想要专注的做好叶黄素 可能以后会有不同技型的开发 但就目前为止我觉得要先把单一产品给做好 然后我也希望说这一支产品 在经过 可能我们把它改成素食啊 或者是说 把它在做的更完善的过程里面 我们希望 可以把这个品牌 推向 就是推向国际 我还是希望说 很多 照顾很多 全球的小朋友的眼睛 对 我觉得其实蛮棒的 因为其实你们是 锁定一个目标 然后努力的往前冲 因为很多有一些店家会觉得说 我这个想做 这个想做 这个想做 可是到头来发现 一场空 那就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其实以现在目前来说 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会想要创业 那会想要特别请你们就各自跟 年轻人分享说 如果想从事这个领域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想给这些年轻人呢 那可以先请凯哥跟我们分享吗 如果以创业部分的话 我会觉得说 要坚持 是 要不断的努力 然后不断的尝试 就是 甚至 跳出你原本的 就是你的想法 这我就可以帮助年轻人 反而是跳脱原本纪定的框架想法 然后去尝试很多的不可能 没错 那这边的部分就是Amy有什么想跟年轻人分享的呢 我还是 就是如果说年轻人想要创业的话 我会很建议他们就是 找到他真正热爱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你把一件事情你因为热爱他 你做他你才会感觉到开心 才会有动力 你也才会快乐 而且你知道你为何而坚持 那我想这个目标可能会建议所有的年轻人都可以 怎么讲在追求赚钱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要反观自己 就是说 你真正的初心 你想要做的是什么 你真正 做的这件事情 会让你很开心的是什么 那我觉得往这个部分去朝向他们想创业的目标 可能会更好 是 其实最主要你做这件事情 还是要有热情 初心 才知道说在过程到底有什么还可以更好的 相信一点一滴 那加上其实因为彼此是彼此的好占有 其实这是一个缘分 那大家可以共同攜手 前进相信在未来也可以走得更 快速也更长远 对 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就非常高兴邀请到Amy 以及凯哥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他们 谢谢 谢谢